快乐源泉是什么 是你有爱吗 孔子就是一个骨子里面特别有爱的人 那么孔子是个快乐达人吗 人语二十章五百多字 你竟然找不到一个苦 让孔子终身快乐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他真的是快乐到最后八十 什么年年都忘了 年过四十的孔子 试图受挫 屡不得知 他为什么还能乐对人生 请继续收看 上海电视大学中文系教授报复山 为我们揭露 孔子是怎样练成的 第七集 快乐达人 每个人的一生都在追求着快乐 那么快乐到底是什么 现代人对于这个问题尤其困惑 有人说笑容满面就是快乐 有人说健康长盛就是快乐 也有人说有钱就会快乐 难道没有这些就不会快乐吗 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孔子 他虽然幼年丧父 少年丧 中年试图受挫 屡不得知 一生雄困咬倒 雷雷若丧家之口 但是孔子却称得上是一个快乐达人 那么这个快乐达人是如何乐对人生的 他对于人生的态度 对于我们现代人又会有着怎样的启示呢 请继续收看上海电视大学中文系教授爆棚山 为我们揭秘 孔子是怎样练成的 第七集快乐达人 我们上一次我们讲到了孔子已经进入他的不惑之年 也可以说是孔子一生里面最快乐的一段时光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人语里面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 人语二十章五百多则 你竟然找不到一个苦字 以乐相对的是忧 苦和忧是不一样的 苦是一种感觉 忧是一种主动的心理状态 忧国忧民是动词 苦是形容词 而现在孔子还讲到了君子不忧 智者不忧 所以类语里面给我们感觉是什么呢 就是一帮快乐的人 在快乐的承担着天下的重任 或者反过来说 他们承担着天下的那么大的重担 他们仍然那么快乐 所以在宋代 陈一和陈浩 两个人就向周登一先生讨教 周登一先生说了 你们要想把学问做好一点 你们就去做一个课题 到论语里面去找 孔颜乐处 孔子和颜回 你找一找他们快乐的地方 他们是什么东西让他们快乐 把这个东西你搞明白了 学问就够了 孔颜乐处 那么孔子到底有多少的快乐 实际上我们说 你翻开论语这本书 第一章 第一则 就是孔子在四十不惑的时候说的 也就是他这个时候真实的心情 真实的心境和处境的写照 这三句话都是在讲快乐 学啊实习之不宜悦乎 有朋自远方来不宜乐乎 人不知啊不孕不宜君子乎 学啊实习之不宜悦乎 学 然后把你学到的东西 在生活中实践 不是很快乐吗 宝鹏山老师从论语中 为我们找到了孔子的三种快乐 可是这第一种快乐 学习的快乐 就让许多现代人大伤脑筋 在很多人看来 学习往往伴随着枯燥 乏味 说教 那么 如何让学习变成一件快乐的事 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孔老夫子 他又是怎样做的呢 孔子有一次跟这个诗乡子学琴 诗乡子教孔子弹一个曲子 弹了十多天 孔子还老弹一个曲子 老师着急了 孔先生这个曲子历经弹得很好了 换一个曲子吧 孔子说 这个曲子我是已经弹得很熟练了 可是呢 我还没有找到它的规律 继续弹 又弹了一段时间 孔子已经很着急了 孔子就跟孔子说 你已经掌握闺女了吗 可以再换一个曲子了 不要老弹一个曲子 孔子说 还不行 我还没有体会到这个曲子里面 所包含的情感 那行 你接着弹吧 又过了一段时间 孔子说 你现在已经把这个曲子的情感领会到了 你可以换曲子了吧 孔子说 还不行 我还不知道这个曲子的作者是谁 孔子教孔子这个曲子 他没有告诉他的名字 孔子他继续演奏下去 终于有一天 他说 我现在知道这个作者是谁了 因为我从这个曲子里面 我在演奏的时候 有一个人就浮现在我的面前 高高的 瘦瘦的 皮肤比较黑 眼睛很忧郁 好像担当着天下的苦赖一样 这种人 只有一个人 他就是周文王 箱子一听 把孔子佩服的五体投地 孔先生你太厉害了 这个曲子 我老师教我的时候就告诉我 他的名字叫文王超 孔子通过演奏 能够知道这个曲子的作者是周文王 是描写周文王的 这是什么样的能力 对音乐到沉迷到什么程度 才能达到这样的境界 司马迁的史记上面 孔子世家讲到 孔子在整理诗经的时候 我们知道今天的诗经 我们看到的是诗歌 实际上诗经在当时 是什么 是那个时代的歌曲 每一个歌词上面都配着音乐的 孔子整理诗经 不是像我们今天一样的 是做文字整理 孔子更主要的做什么整理 乐谱的整理 三百五篇孔子 孔子兼宣歌之 多大的功臣又是多大的享受 要多大的能力和多大的心胸才能够享受 三百五篇孔子清歌了一放 从头到尾 演奏下来 所以好学 这一点可以说是孔子最鲜明的特征之一 孔子曾经讲过一句话 时时之夜 必有忠信如秋也 不如秋之好学也 你随便找十后人家的一个小村落 你找几个中后的人跟我一样的 随便可以找得着 中后的人满大街都是的 确实如此 在今天是不是这样 你到长安街看看 你随便找十个人 绝对有几个中后人 没问题 但是 你要在长安街里面找一个好学的人 那一定很难 所以好学是一种素质 好学你才能有所成就 问题还在于 好学才能够给你带来快乐 我经常跟我学生说 你要养成一个读书的习惯 读书有时候不仅仅是长知识 它能够让你度过一些无聊的寂寞的时光 你今天特寂寞 你找朋友打麻将没人 打牌没人 大家都有事 怎么办 很多快乐都需要有别人在场 有一种快乐只要有书就行 所以好学之人等于说是给自己找到了一条什么 不需要外在条件的快乐之道 这是孔子快乐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元素 学而实习之不义悦乎 这是孔子的第一种快乐 孔子的第二种快乐是 有朋自远方来不义乐乎 这一句话可以说是妇如皆知 千百年来一直被世人广为传送 但是为什么有朋自远方来就一定会快乐呢 是什么人给孔子带来了快乐 保童山老师又会如何解读呢 有孔子远方来不义乐乎 这个孔子在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什么呢 学生 孔子的思学这时候越办越大 影响越来越大 规模越来越大 很多的学生都来了 这个时候孔子的学生不光是鲁国的学生了 魏国的有学生来了 宋国有学生来了 郑国有学生来了 齐国有学生来了 此时孔子的思学已经办成名副其实的国际学校了 所以从远方来 那么多有为青年 那么多社会精英 从远方来向他讨教 大家围绕在一起 谈论天下大事 不义乐乎 多快乐 而且在这个时候 孔子最重要的学生基本上都到了 孔门识者里面八个人到了 孔门识者里面出了后来的 这个文学科里面的子游和子夏 其他的 德行科里面的四位 严曰 明子谦 阮波流 重工 到了 严语科里面的载我子贡 到了 正式科里面的燃油子路 来了 他最重要的学生都到齐了 所以后来孟子讲一句话 对吧 人生三大快乐 其中一个快乐就是得天下英才 教育之 你想他的身边围绕着这八个高族 那不是人生的大快乐吗 从三十七岁到五十岁 这十四年 是孔子一生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 在这十四年里面 孔子什么都没干 就干一件事 教学生 孔子的职业是一名教师 在传道授业解惑的过程中 对于仕途不得志的孔子来说 却体会到了另外一种实现人生价值的快乐 那么孔子和他的学生 每天在一起都会讨论一些什么问题 又是什么事情让他们那么快乐 孔子的思学 他从来不教学生专业 他不教你将来怎么升官 怎么发财 他教的是你有所承担 教的是一个人的志向 是一个人的胸襟 是一个人的眼光 他教这个东西 所以他和弟子们在一起 谈什么 谈志向 有一天孔子和他的两位弟子在一起 一个是子禄 一个是颜回 这都是孔子最核心的弟子了 孔子说今天没别人 你们何不趁这个机会各自谈谈你们自己的志向 孔子经常让弟子们谈志向 子禄总是抢鞋说话了 子禄一个是身份 他是大师兄 他第一批学生 另外他性子急 所以你看了 只要是一般孔子和一帮弟子在一起地画 只要孔子有所问 第一个回答问题一定是子禄 所以老师一问子禄马上就说了 愿车马一求与朋友共 避之而无憾 这也挺好笑的 他此时此刻就要讲自己很慷慨 我的志向就是将来我发财以后 我有车马 我有漂亮衣服 名牌服装 我都拿来和朋友一块享受 即使他们把我的名牌服装穿烂了 我也一点都不遗憾 我也不心疼 慷慨 那延辉怎么说的呢 延辉说 愿无发善 无失劳 我希望将来我做成大事以后 做成一番事业以后 我不夸耀自己的长处 不表白自己的功劳 这个境界比子禄要高一点 然后子禄就反过来问老师 老师那你的志向是什么 孔子讲的 十二个字 老者安之 朋友信之 少者怀之 老年人 我让他得到安养 朋友 我让他信任我 少年 我让他得到关怀 这是他的志向 这是圣人的志向 还有一次子禄跑去问老师 老师什么样的人才能称之为君子 孔子说君子的境界又不同 首先你要做到第一点 修己以尽 修养好自己 用一颗恭敬心来面对世界 这个恭敬心不光是对人恭敬 不光是对地位高的人增进 不光是对长辈增进 恭敬是全方位的 对整个世界都有一颗恭敬心 对动物也要有恭敬心 对植物也要有恭敬心 所以古人看到一棵老树 他要鞠个弓 他拱拱手 这就是忌 所以你不要把它简单的理解为 我什么样的人 我增进他 老师我增进他 长辈我增进他 领导我增进他 其他的人我就不增进了 那就不对了 它是一种恭敬心 你有了这个恭敬心 你对谁都有一颗敬意 对世界万物都有一颗敬意 你看到一朵花在那地方开放 你就不会随便把它折下来 你敬它 让它在那地方自由的开放 你看到花上有一只蝴蝶 你敬它 你就不要打扰它 让它做梦 这就是敬 人有这样一颗敬的时候 你整个的气质都变了 你就是个文明人 这是第一层境界 那子录说 老师这个境界 我们看是不是做到了 你看 是不是有更高的境界 更高的境界 五个字 修极以安人 修养好自己 安等好他人 这个人是指什么 是指所有的跟你有直接和间接关系的人 这就是你人生的责任 你总得要安等好你的父母 给他一个幸福的晚年 你总得要安等好你自己的配偶 给他一个幸福生活 你总得要安等好你自己的子女 给他一个光明的未来 你对朋友也应该有所交代 他自然是你的朋友 你就应该对他有所交代 对他有所关照 亲戚如此 朋友如此 其他的社会关系呢 一样啊 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所以每一个跟你有社会关系的人 你就得安等好他们 你做领导 你要把下属安等好 你做一个企业家 你要让你的职工好 你生产产品 你要对消费者好 你让他都有安等吗 这就叫修极以安人 跟你有直接关系的人 给他有安等 跟你有间接关系的人 你也给他有安等 一个人做到这一点 那是多高的境界啊 你要带着这样的一颗心胸去做人 你会做得多好啊 你是安人 你不是扰人 你不是害人 人生到世界上走一遭 就是要安等他人 那子禄接着问了 老师是不是还有更高的境界啊 孔子说还有 不过这个更高的境界 一般人做不到了 连姚顺都未必做得到 那叫什么呢 修极以安百姓 修养自己 把天下都安等好 这个境界很高 可能我们做不到 是吧 不在其位不摸其正 是吧 国家领导人要想这一句话 修极以安百姓 我们一般的人 我们就想象修极以安人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发现 孔子和他的弟子们谈的 都是大事 不是引头小事 所以 能语里面 有很多人 作为一个概括 就是一个圣人和一帮大丈夫 庄子曾经用一段非常富有诗意的语言 描述了孔子的这一段时间的生活 在庄子余副片里面 有这样的一段话 说 孔子游乎 滋味之宁 修祖乎信坛 之上 弟子不书 孔子宣歌古琴 这段文字太美了 在森林里面游玩 然后到一片开满杏花的水边的 一个小沙舟上坐下来 弟子们围绕在身边读书 他在那地方 唱歌弹琴 多有诗意 所以我们看庄子 很有意思 庄子里面经常拉孔子来开帅 但实际上庄子骨子里面 对孔子有极大的尊敬 所以他才把孔子的这段生活描写的这么有诗意 庄子用他的笔 把这一段生活的场景给我们留下来了 我们说这是孔子的个人生活 但是 他也是人类的心灵生活 他是孔子个人的一个场景 同时 他也是我们整个民族的一个场景 这个场景 他发生在某一个瞬间 但实际上 他也是历史的 是永恒的 所以我们说 这种场景 你想起来 你就觉得是什么 他就感动你 那是一个乱世 可是在这个乱世里面 有孔子这样的潇洒和沉着 那个世界一片黑暗 可是在这一片黑暗的核心里面 突然出现了光芒 这个光芒就是孔子 以及围绕在他身边的弟子们 那么在这段世界里面 孔子本人也好像是忘了整个的世界 他就和他的学生们四守在一起 一直就这么悠哉悠哉 鸟以足碎 孔子的第一种快乐 来源于自己 他从学习中 体会到探寻的乐趣 孔子的第二种快乐 来源于朋友 他从交流中 体会到志同道合的快乐 而孔子的第三种快乐 却来源于别人对自己的不理解 这个又是为什么呢 保冯山老师 从论语中 为我们找到 人不知啊 不孕不义 君自乎 人不知本来是不高兴的 你说被别人误解了 能高兴吗 你有才能 别人不了解 能高兴吗 你贡献很大 别人不了解 你高兴吗 你一年工作住下来 做出很多的成绩 到年终总结的时候 领导没表扬你 你高兴吗 不高兴 可是孔子能够做到 人不知而不愈 本来一件不高兴的事情 可是孔子一想 我本来人家不了解我 我应该不高兴才对 可是我为什么没有不高兴呢 当你发现自己不为这些小事 而不高兴的时候 你会证明一点 我已经境界很高了 当你不断的为一些 引头小腻 鸡毛蒜皮 而影响你心情的时候 你要反思 你的境界还不高 所以孔子从人不知 而自己不孕 他一下子发现 我的境界高了 我是君子了 所以不亦君子乎 当他发现自己是个君子 当他发现自己的境界 已经很高的时候 还不是一种快乐吗 有一天子路问 这个孔子 说君子有没有忧愁啊 孔子说君子没有忧愁 为什么呢 君子一辈子就干一件事情吗 修行吗 修养自己的德行吗 在他的德行还没有修养好的时候 他以他的修养的过程为快乐 当他的德行修养好了以后呢 他以他的结果为快乐 所以啊 君子有终身之乐 无一日之忧 这是孔子明确地告诉我们 什么东西能够让我们终身快乐 就是把提高自己的德行 当成你一辈子的事业 如果你不做到这一点 孔子讲 那就小人 小人则不然 有终身之忧 无一日之乐 在孔子的学生里面 为什么颜回孔子最喜欢 颜回知道快乐 而且颜回即使在贫穷之中 在没有条件的时候 他也能快乐 孔子夸奖颜回 贤在回也 真是贤得颜回呀 你如果听到这个开场白 你以为下面要讲颜回 多么多么有道德 不是的 因为讲贤应该是讲道德 可是下面孔子讲什么呢 一单时一瓢银在露像 人不堪其忧 回也不改其乐 然后又来了一句 贤在回也 你把这个贤和乐放到一起来看一看 什么叫道德 道德就是快乐 什么叫快乐 快乐就是道德 只有合乎于道德的生活 才是真快乐 一个人如果他的生活合乎于道德 他也一定会快乐 所以这三句话都是在讲快乐 学习可以给我们带来快乐 天下英才 都围绕在自己的身边 大家一起讨论道 讨论德 讨论人 讨论意 讨论天下大事 快乐 同时 还有一个快乐 我们自己的高尚的德行 也能给我们带来快乐 这个德行就是人不知啊不愈 所以孔子此时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快乐 这是孔子一生最快乐的时光 如果用今天最时尚的词语来形容孔子 可以说他是一个快乐达人 虽然他有着凄惨的绅士遭遇 试图屡屡受挫 郁郁不得志 但是这些都没有让孔子感到忧虑 反而使他越活越快乐 那么孔子的快乐是怎样练成的呢 有个叫夜工的人问子路一个问题 说子路先生 你的老师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子路一时之间没想到怎么样来概括自己的老师 所以就没有回答 回来以后就跟老师讲 说老师 刚才那个夜工问我 你是什么样的人 我没有回答 孔子就很埋怨子路 说你这个人你跟我这么长时间 你不知道我这是为人吗 你就告诉他 我的为人啊 发愤忘食 乐以忘忧 不知老之将至云啊 发愤读书的时候 发愤研究学问的时候 忘了吃饭 快乐时候忘了忧愁 甚至不知老之将至 古人讲老是什么时候呢 古人讲五十岁就叫老了 孔子此时已经六十多岁了 应该是老之以至啊 可是他说老之将至 他真的是不知道自己真老了 他真的是快乐到最后 把自己什么年龄都忘了 一个能够发愤忘食的人 他肯定做什么事情都能做得好 人还乐于忘忧 有热情的人往往就很快乐 这是孔子对自己的判断 对自己的描述 我们说孔子为什么到那么大岁数了 还这么快乐 而且已经老成那个样子了 还觉得自己老之将至 还觉得没到 这肯定 我想有两个原因 第一呢 孔子有健康的身体 这一点很重要 所以我们说孔子这个天赋很高 这个天赋很高 不光是指智力 还指什么呢 体力 孔子身体也非常好 身高的吧 很高 九尺六寸 千千两米的高度 而且你看孔子活到那么大岁数 一直在周游列国 孔子出国 最后出国五十五岁了 然后天天坐着小马车 在马路上颠颠勃勃 那不容易啊 不是今天的薄油马路啊 那时候的路 你想象情况是什么样子 而且那个时候的车轮 不是我们今天的橡胶车轮 那是木头的车轮 你去做一下试一试 你肯定受不了 那太苦了 所以鲁迅先生曾经猜测 说孔子晚年可能有胃下垂 为什么呢 你想吗 他吃完饭了就要在路上跑 那个木头的车轮在那个不平的路上走 你想是什么感觉 你肚子里刚吃饱就跑 那不是一天一天往下垂 不就温下垂了吗 一直颠簸到68岁回来 一直在路上 身体不好 谁受得了啊 所以他身体一定很好 人身体好的有时候心情就会好 他就会快乐 身体好是快乐的什么 生理基础 所以这点我必须要提到 还有第二 精神健全 孔子精神很健全 不偏执 这节目上一天讲到一点都不偏执 不孤僻 不阴冷 阳光 他内心里面充满的不是对别人的悦和恨 是什么 是宽容和爱 所以汉代有一个学者叫杨雄 他曾经讲过孔子 他说众里多爱 孔子这个人内心里面有太多的爱 因为有太多的爱 所以他才有太多的快乐 没有爱不会有快乐 你爱什么东西 他才会让你产生快乐 你爱你的家里的人 所以你晚上回家 给他们再快吃饭 你才快乐吗 你都不爱他 你给他们吃饭 你还能快乐吗 快乐的根源是什么 是你有爱吗 孔子就是一个骨子里面特别有爱的人 我们简单来看一下孔子爱什么东西 首先孔子爱大自然 对大自然有一份特别的好奇和特别的爱 所以孔子喜欢登山 还喜欢领海 孔子有没有自己真的坐船到海中去 我们不知道 但是孔子至少很向往这种境界 子贡曾经问孔子一个问题 说老师 为什么君子一看到大水 很浩大的水 就一定要站在旁边 好好的观赏一番 孔子说因为水 启示我们很多美德 水里面包含着很多的美德 哪些呢 比如说水便于阿乌斯 水没有一点私心残念 他普遍的给予 这就是他的德 所极在身 水流到的地方就一定有生命 一朵花枯萎了 有水了 马上就复活了 这就是人 水总是往下流 你别看他流水的时候 有时候曲曲折折 但是他一定有道理 这就是意 这就是意吗 水不是乱流的 水流一定有道理 一定寻找一条理在流 这就叫意 潜窄流行 深窄不测 这就像智 从山谷里面冲出来的时候 哪怕面对着前面是悬崖俏鼻 他也毫不犹豫 这就是他的勇敢 他有多少美德 有德 有仁 有义 有勇 有智 明察秋毫 包容万物 等等 孔子从水中看到了什么 看到了美德 看到了人类的美德 他不光爱山水 他还爱艺术 那这不用说的了 孔子本身就是个艺术家 子在其文烧 三月不知肉味 我们有很多的音乐发烧油 你可从发烧到像孔子这样 听到一首好的音乐 竟然三个月吃肉都没味道 你要知道孔子一辈子特别爱吃肉 他生活很讲究 可是听到了音乐以后 三月不知肉味 不是三个月不吃肉 是三个月只有吃到贼里没感觉 因为他沉浸在音乐里面 他自己有一句话 不图为乐之至于死 我真没有想到音乐能把人感动到这样的程度 他完全被音乐感动了 所以他听音乐常常是这个样子 他在鲁国听鲁国的乐室演奏音乐 他说羊羊虎赢 多么美妙的音乐 我们满耳朵都是音乐 他一听音乐他就感动了 他常常被音乐感动 他在大街上走路 如果听到有一个人在那边唱歌唱得很好听 他一定穿过马路 把那个人拦住 你刚才唱得很好听 你能不能再唱一遍 如果在今天肯定会认为他是不是疯子 是不是有毛病 孔子就是这样的人 你唱得好听 他一定会拦住你 再唱一遍 然后你再唱 他马上跟着你唱 这一个不是对音乐 对艺术有强烈热爱的人 会干出这种事吗 所以他常常被音乐感动 感慨万端 真懂音乐的人 就是这种人 你这个人有没有音乐的 有没有艺术的细胞 有没有艺术的鉴赏力 就看你有没有 还能不能被艺术感动 孔子就被感动了 在孔子看来 人身天地之间 满眼山水 满耳音乐 我有双眼 天地必有山水 我有双耳 人间必有音乐 这多美好的生活 你说话缺什么 不缺 上帝给了我一双眼睛 同时也造了很多山水 上帝给了我一双耳朵 同时又弄了很多音乐 你说上帝对我们多好 所以孟子后来讲 万物兼备于我 庄子也说天地与我并生 万物与我唯一 都是同样的境界 这就是人生的一种最高境界 圆容纯粹 所以当你到了这个境界以后 你想通了这一点以后 哪里用得着去 资民夺利 哪里用得着去勾心斗脚 哪里用得着去追求 紫泡玉带高楼大厦 也用不着忠明顶时 深色全马 这些都不要了 造化给我们的东西够丰富了 孔子自己怎么样 饭蔬食 饮水 趋功而枕之 吃粗糙的食物 喝一瓢凉水 枕头都不要 人生下来枕头自带 就这个地方 趋功而枕之 乐意在其中一样 快乐也就在其中 不义而富且贵 与我如浮云 用不义的手段 得到的那个富和贵 对我来说 就像天边的浮云一样 你看这最后一句话 多潇洒 谁能够把富贵看成浮云 你就真的彻底的思想解放了 你真的就解脱了 你真的就潇洒了 所以不义而富且贵 与我如浮云 这一句是大潇洒 有这个大潇洒 你才有大快乐 你放得下 你才能拉得起 你舍得出 才能得得来 孔子本人 从这种单纯里面 找到了快乐 好 这一节目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你相信命运的安排吗 尽人力而听天命 孔子说 五十知天命 是指人到五十就应该听天由命吗 知天命 一方面让我们有尽畏心 同时让我们怎么样来 有尽取心 五十岁的孔子 还能有机会再重新踏上仕途吗 孔子很快就等到人 那么对于现代人来说 人到五十 应该保持怎样的心态呢 请继续收看 上海电视大学中文系教授 鲍鹏山 为我们揭秘 孔子是怎样练成的 第八集 天命之年